各位,我们人容不容易生气神呢?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当事情一步顺利或是有差错时,就责怪神生气神的 比如,我们所爱的人离世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工作失去了 疾病领到我们了,我们经历分手失恋了等等 这些都会促使我们生神的气 尤其是信徒,我们越是相信神是掌权的 我们就越会生气神,为什么不帮我们,不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 反而还允许我们经历我们所不乐意接受的苦难和问题 当我们生人的气时,我们还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祂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怒气 但万一我们生气的对象是上帝时,我们该如何向这同样的对象祷告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人生气神是不对的,因为神没有欠我们什么 通常,我们气神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神没有把我所要的给我们 换言之,我们认为是神欠我们的 祂必须要给我们,但祂没有,所以我们生祂的气 或者我们认为神应该要保护我们,但当我们遇到问题和阻挡时 就会觉得神亏欠了我们,因祂没有好好地保护我们 但事实是,神根本没有欠我们的 我们看约拿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她曾向神生气 但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何乎你吗? 然后神又对约拿说,你因这颗壁麻发怒,何乎你吗? 祂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何乎你 耶和华说,这壁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正如神说的,约拿并没有栽种那棵树 因此她也没有理由为那树的干死而生气 同样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也不是出于我们的 若神要把我们拥有的哪一样事物拿走,我们也无权生气 其实,若不是神赐予我们,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另外,我们不该生神的气,因为神是不会错的 当人生神的气时,人无形中就是认为神做错了 但我们罪人岂敢论断神,审判神呢? 神的话已经提醒我们了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往往,我们生气神是因为我们不懂全部的事实 且没有看到完整的大图画 我们常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但原来,我们只有一部分的情报 我们无论怎样,也看不透明天和永恒的事 但那位知道永恒,且掌管明天的主 是不会带领错的 即使神许可人眼中不好的事发生了 他也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无知和误解 叫我们生气上帝 我们乃是要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能看到他的美意、智慧和慈爱 但,若我们真的生气神时 要如何祷告呢? 首先,要告诉神你的心情 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坦诚是很重要的 即使我们生气或不高兴神 也当向神正直地表达 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了 但,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受 很坦然地向神倾诉时 我们自己便会贴近神 且能得祂的安慰 但很重要的 我们也要认清我们该生气的对象 是撒旦而非上帝 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看错了 其实,上帝是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的源头 神是那带来丰盛生命的 不是那作恶的 也不是那带来恶的 恶的源头乃是魔鬼 他才是那偷窃、杀害、毁坏的 他才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该生气的对象 而我们若要转离对神的生气 就要学习、策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试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哪一个不是出于神的呢? 保罗曾问过信徒 你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呢? 约伯也曾说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也不受祸吗? 换言之,难道当事情不顺时 当遇到不好的事时 我们就能生神的气吗? 当然不是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气氛是一个很真实 又难控制的情感 因此,我们更是需要用感恩的意念 来取代生气神的意念 所以,我们都当学习 数算神赐我们的恩典 诗篇103篇叫我们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以福所书5章20节 也劝勉我们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当你无论怎样努力 还是找不到感恩的理由时 请思想一下耶稣的十字架 你就会再次记得 他原来是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 祝福我们的 而不是要伤我们的 弟兄姐妹 圣经请戒我们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尤其,如果我们生神的气 我们就更会给魔鬼留地步 来给我们各种错误的暗示 使我们得到错误的结论 而做错事 所以,让我们都不要一直生神的气 乃是借着真理、祷告和感恩 再次与生和好